不跑车 你先不跑车来的 你动不动就要踩分校 你动不动就要踩分校 那秦河一看 你又没有考虑到 我们在地的人会怎么想 可是以我目前 还不至于踩为分校 人数也是在倍增当中 而且这几天也有学生 从台北转回来 所以为什么 从以前大概十几个 变成现在二十几个 所以我就在想 那为什么教育局 没有实地的来勘察 甚至就是经过我们 就是居民的一些 这一次的这一次的座坛 而不是说这么一次就 就这样结束吗 原乡少子化问题 仿佛已是国人共同面对的课题 尤其在原乡 少子化仅人口外流 阁代教养 小学变成小班制等问题 也逐渐冲击原乡 为此台东县政府 以转型为由 制定了台东县国民中小学 转型即裁并学校作业要点 将学生人数少的学校进行裁并 台东县成功镇博外国小 和平国小从2015年8月1号 将分别裁并到中校级三敏国小 重安及和平部落族人 听到学校裁并消息后 都觉得可惜 学胡决定裁并 也衍生是否违法疑虑 族人说 学校当年是由部落族人 捐出来的地 用锄头整地创生出来的场所 若要裁并将发动抗争 要是这样财并效的话 对我们这个部落 绝对会有抗争 绝对会对 跟县府绝对会抗争到底 然后交易级 是这样子的 就像法律之前讲的 日本时代 他们是用锄头来挖 用本期去倒 到那个土 到那个比较低挖的地方 把那个比较高的土地挖来挖去 是这样子吧 原乡重点学校遭财病 不只是对部落发展受影响 孩子的受教权 以及学校向来 就是部落重要的活动场域 财病后变成小班 校长也美了 未来一旦学生递节 都会面临并校 然后废校的命运 教育出身的台东县议员洪中凯 特别在今年5月底 台东县议会第18届 第一次定期会总咨询中 就强烈的质疑 县府财病做法 违反了原住民主教育法 第8条相关规定 和教育处长有激烈的交锋 从一个正常学校变成分校 这个过程当中 不用二分之一吗 所以那个认定就是 部里面国教署 他没有做明确的解释 所以就有各县市政府 法规上是清清楚楚的写 清清楚楚就写说 二分之一变成分校 你也要取得二分之一居民的同意 这个部分你如果会到 行政处法制课 法制课一定把你退回来 说这一案不能同意 结果你们现在县长于不一眼 县长 财病校 县福坚持是认知上的不同 财校跟分班处理掉 那个作业的程序是不大一样的 认知上在法令的认知上 署里面跟县里面是有起义的 目前是这样的状况 我们想有关这两校的 我们会定行再做处理 不过洪中凯认为 县福不但不照规定走 以转型作为裁病理由 仍然抵触法律 教育部有来含要求台中县政府 必须要取得二分之一的居民同意书之后 才可以来进行改分校的这个部分 结果台中县政府还是一味地坚持 要把这个学校改成分校 不需要取得二分之一同意书 其实这在司法性上 已经严重地抵触我们的法律 依据原住民主教育法第八条规定指出 各级政府得是需要宽列原住民重点学校原额编制 与真的涉及于该学区年满20岁居民之多数同意 得合并设立学校或实施合并教学 洪中凯的质询确实点出县福对于法令认知的不同 但需依法行政 因为有那个事实的这种需要 但是我们还是因为国教署的这种法令的规范 并不是很完整 那我们在检讨以后 我们可能会另行在做签给一层核定以后做出力 这个财并校过程当中教育单位 教育处应该要组成一个专案小组 到这个部落去跟我们的居民来沟通 未来的几年会财并校 然后财并校之后的相关措施要怎么做 我想这个沟通的程序是必须要做到的 除了在地方议会议员提出质询 针对两所学校的财并 立委 郑天才也在立法院质询教育部长 这个县政府竟然还可以用什么转型 转型之名义 还不讲说废校 转型 转型的名义 更离谱的是什么呢 他记得发文件 发文件用寄的寄到家长寄给家长 如果你没有回复就视同同意 这样对不对 这个符不符合原住民族教育法 第八条 所谓的贞德涉及于该学期年满20岁机民之多数同意 可不可以说我寄个文件给你 然后如果你没有回复的话 就是视同同意 这样的做法 可以这样做吗 我想这个是在县市他们来处理 在执行上是不是够周延 我们会来督促这个县市 来特别注意这件事情 他应该真的大家的同意 应该真的大家的同意才能来办 这很明确嘛 台东县政府要裁兵两校 说是为了转型 但需部落多数同意 立委认为县服的转型根本是违法 到底是不是并校 是不是违反了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八条 如果我们从国民教育法第九条 国民教育法第九条是规定什么呢 他说每一个学校都要有校长 而且是专任的校长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按照县政府的一个 台东县政府的一个做法的话 第一个 他的公文本来就是写并校 他后来虽然说他是转型 但是这个和平国小 博爱国小 如果没有专任的校长 他就不叫学校了 他就不叫学校了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条文来看的话 台东县政府应该是一个 违反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八条 裁兵士官原乡部落权益 教育部在2015年6月25号 召开全国教育会议 也检讨偏乡地区财病校措施 对于台东县政府财病校争议 并未作出决议 根据统计 台东县政府过去到现在 进行费校及财病校措施 在研究民族教育法 于民国87年6月17号实施前 已被财病为分校后 还有学生的姚 富山国小力气分校 汪汪国小正兴分校 乌鲁国小力道分校 坎顶国小红石分校 初来国小新武分校 安硕国小新化分校 大鸟国小爱国谱分校 而遭财病后 形同费校的姚 张远国小南兴分校 太尹国小上等分校 兴隆国小龙昌分校 永安国小永龙分校 武林国小永康分校 安硕国小深永分校 尚武国小南兴分校 大武国小焦罗板分校 大鸟国小大主分校 大西国小多鸟分校 兵茂国小丽丘分校 在研究民族教育法实施后 遭到废校的由 富岩分校及中永国小 和平国小及博爱国小 两所研究民重点学校 也将在104年8月1号 财病到三民国小 及中校国小 台东县政府的财病校 没有配套措施 更会让部落人口不断外流 佛爱及和平国小 部落过去以锄头 利用本机整地建立了学校 目的是让孩子有读书的地方 也要把女儿的地方 在研究认识 他们在研究中 有些人的学校 然后是他们在研究中 他们在研究中 他们在研究中 研究中 有些人经历 得不大 也要做一些 为什么要跟我们分校呢 为什么要想要拆除我们这个学校 我们这个学校是从我们老人 以前的老人那个都做下来的 为什么现在就是要分校 为什么要拆病 这样我们很难过 现在小孩子也是还有很多 幼稚园也塞很多 为什么要这样做 前民建党中央妇女部主任 陈寅关西学校才变问题 学校是这个整个社区的核心 它也肩负着我们整个部落文化传承 还可以办理很多活动的一个精神堡垒 所以原住民族地区学校要整病 不可以像都会区或其他地方 我算人头学生变少了 我就把它病起来 学校对部落的存在意义 在于过去部落建校的历史 那种和土地的连结 宪府坚持裁兵 族人要求当年捐出来的校地 归还给部落 原乡老人社会结构 小子化问题正浮出台面 原乡小学如今也面临裁兵校命运 龙昌国小裁兵到新龙国小之后 校园无论整理 杂草重生 部落重要的活动空间 幸福却始终不让部落使用 土地也是部落兼出来的 台东县政府为了资源集中 省钱又可以省人士费及设备费 学校徒地至少也有两公顷 有人说县府要把学校租给财团 规划做冲浪学校 作为飞行学校 甚至作为长导中心使用 尽管县府有此规划 但对部落来说毫无意义 难过一定会难过 因为为什么 这是国小我们生长的地方 我们共同的记忆在这个地方 每次回来到学校来活动的时候 都不敢进来学校啊 为什么 我杂草重生 我们常开玩笑说龙昌国小 一楼是眼睛石住的啦 二楼是摆布石 然后这个操场是未扭的七块 你说这个不叫做飞校 怎样才叫做飞校 龙昌国小是东海岸的一间小学 过去学生众多石可达四百多人 如今杂草重生 漫藤都爬到讲工图像 操场的草也长得很高 原本漂亮的空间 部落却无法利用 令族人无法释怀 事实上在原乡小学里 仍有一些老师认真的教书 也愿意在孩子身上付出 像和平国小在今年的毕业典里 特别安排四季活动 让部落族人到校和小朋友互动 小朋友体验闯关活动 对孩子都具有启发作用 我们虽然乡下 但是我们其实有中心的价值 这样子 那在这个地方的孩子并不是 永远都要依靠学业的成绩去定义他 那他其实有很多的才能 所以借由四季我们可以拉一些社区的民众进来 然后可以多认识一下 那个阿公阿木在种的菜 然后多叫他们亲手动手做一些东西 那这是我们想做的 财病校或废校 少子化是不可抗拒因素 学校要财病或继续保留 都会陷入两难抉择 但县府如何站在部落的立场 提出因应对策 西营在外主任回到部落 唯由认真的面对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 才是永续经营的绝佳策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